欢迎各位来到社区教室的升学篇 我叫Ramis,是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项目主任 我的工作主要是与我的学生谈谈他们的大学适应 以及在学生发展方面的工作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来到社区教室的升学篇 今天会和大家谈谈我们如何去选择大学 不过在选择大学之前 我想大家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要读大学呢? 读大学的话,成本计我简单 七除八扣,四万元一年学费,四年16万 你16万元想换什么呢? 你想换知识 你想换证书 你想换一份工 但是这样想 是不是16万呢? 其实不止 四年里面你还要做些什么? 四年里面不要多想 你去做麦当劳 最近我知道酒店洗碗 或者某茶餐厅的洗碗 都是一万元一个月 换句话说,你简单单 不算学历,一万元一个月 你要做四年的话 即是48万 加16万 即是有64万的费用 你亏了 64万,四年光阴 你想换的是一张证书? 是为了满足父母? 是为了你想要更多的知识 还是想交捧结友 想去听人说大学生活很棒 64万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可以换到 环球世界? 勾友? 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为什么你要用64万 加四年的成本去读大学呢? 这一样要开始 选大学科目之前 你要想清楚 你是想为父母而读的话 不用选了,随便选一科 但如果你现在想读的 是一些你真的很有兴趣的东西 你要想想你的兴趣是什么呢? 有些人是希望有就业保障的 但你要想想 现在大学生毕业出来 其实跟一个真的在某茶餐厅洗碗的人工 可能相差不远 我知道大部分大学生 起床点大概是12000到14000元左右 但你想想 你可能出来跟一个洗碗的价钱 做一个洗碗的工作 都是一万元左右 还要下班就是下班 不用下班 下班就是下班 你可能下班还要开OT 可能还要做文件 你下班就不会带碗去看电影 所以你要想想 如果你真的要读大学 是为就业保障的话 所谓的保障 其实有多大的保障呢? 选择的时候 我是为了兴趣 兴趣可以和你职业完全没有关系 你可以读神学 可以读哲学 可以读一些神科学的科目 例如物理 生物都可以 但如果你想为就业铺路的话 你的就业倾向又是做些什么呢? 你想去做从商的话 从商都有很多不同的课程 你有没有了解商业的运作是什么呢? 你想做会计? 想做Marketing? 想做一些人事管理? 想做一些经济和金融? 其实你想做的是什么呢? 你想帮人呢? 又有很多不同的行业 你要想想 你自己所谓的理想职业是什么 这也是你另一样要考虑的事情 就是为了事业铺路的时候 你有多了解 你想做的事业是什么 其实他入职要求是什么呢? 而他的期望的成绩又是什么呢? 有些课程可能要求你语文特别厉害 有些可能要求你的某一个科目是特别好 有些可能你要额外经验 或者可能会这样你要考了LCCI 这些都会是你自己在准备选课程的时候 自己想想自己有什么条件 还有要了解别人入学的条件 从而才开始去选择那个科目是什么 那说完你自己的兴趣 说完自己为事业铺路 那其实还有一件事 就要想一下 我可不可以多方面平衡的呢? 其实都可以的 现在新学制下 其实我们是会有主修科和复修科的 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 究竟主修和复修科目的时候 其实你自己有什么考虑因素 我可不可以主修我兴趣的科目 然后复修一科职业的呢? 又或者反过来 我主修一科为自己事业铺路的 另外复修一科为兴趣的呢? 这些都会在你选择科的时候 想想你想你的大学新的组合 学习的组合是怎样呢? 这个都将会成为你新的考虑来的 今天跟大家探讨过 其实你在选择大学之前 应该有什么功夫的准备 就是想一下 其实为什么要读大学 究竟是为自己而读 还是为他人而读 如何去平衡你的兴趣 就业倾向 以及你自己的能力等等 去做一个很好的平衡 接下来我们下集 将会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是Professional Degree 和什么是General Degree 希望可以帮大家 在选择之前 可以做到更好的准备